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沛恩主持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自在直播室里有我杨沛恩主持今天的节目 非常开心今天的直播室里突然气氛青春了很多 将我的平均年龄都大低了很多 因为我请来两位年轻人首先介绍他们进来 他们两位就是最近刚刚从我们佛光山的青年书院里面 就是叫做结业出来的 第一位我们女士先就是Joyce 欢迎Joyce Hello Betty 师姐听众大家好 阿美陀佛 我没有想过是有这样的因缘 这个录音室和Betty 师姐录音所以心情是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不用紧张 你跟我聊聊聊天就不会紧张 接着我们第二位要介绍 就是我们一位精英男士 就是Antonio Antonio同学 欢迎你 Betty 师姐 Betty 师姐好 大家听众朋友好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Betty 师姐有个谈计 是的 我很高兴 大家都说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我就把握这个时间 跟大家了解一下 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佛光山青年书院究竟是一件什么事 就是今年2016年 我们多伦多佛光山子 就是响应大师以教育培养人才这个宗旨 我们的主持永高法师 就是举办了六个周末一个学科 就是在精挑慢选之中 就有17位 多少位同学 你们总共有 15位 还比我的想象当中 精英多一点 是有15位同学 真的就是在interview了之后 就是来到有资格 参加这个青年书院 当时我也都非常佩服你们 就是说自己在工作或者学业里面 很忙之际 都放弃了六个周末的玩耍时间 来到参加这个书院的生活 好了 我们现在了解一下 Joyce 和Antonio 你们为什么当时会知道 有一个这样的书院的学习机会 还有为什么会参加呢 Joyce 先说吧 不如 其实第一次听到师傅 扮这个青年书院 大概是年多两年前 师傅提到在周末会为青年 扮一个这样的书院 就好像本身的松林学院 师傅说周末还要住在寺院 当时师傅就叫我 你要代表参加 我当时就说 噢 我说了一声 直到今年 师傅在白忙之中抽出时间 为青年扮了这个书院 师傅又鼓励我 说你要参加报名 准备好了吗 我就说 噢 那我就说 噢 因为是答应了师傅 当时也有一个承诺 而且也很难得的机会 我知道Antonio 你是在Waterloo University 读书的 你这么老远 周末难得休息一下 为什么你又会来参加呢 是的 因为我本身都是在 这个Waterloo大学 做一些佛光青年的工作 我是在Waterloo大学 佛光社的主席 我工作是负责 在校园里 荣养人间佛教 当初我看到妙荫法师 他通知我 辅导法师 妙荫法师通知我 有一个佛光青年书院的时候 我问自己 我是否应该了解一下 人间佛教 可以更加做好我推广的工作 所以我因为这个原因 我就报名去参加 这个佛光青年书院 哇 成就了你们 参加了六个周末 六个周末 即使是星期六就来了 一直到星期日的下午才离开 其实你们两位就放弃了 我知道Joyce 已经在做工作了 已经学业完成了 我们日本人通疗 Drink 三位博士科 其实是一终活 其实你もう一次ober 但这六个周末 我们可能介绍 其实是比 mich可以 还可以证明ấm 现在这个回头 我觉得很值得 好的意想不到的收获 是呀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课情 好 稍ın问vo者ким 不值得,Joyce都明明笑,都是值得 不算說,犧牲就不是犧牲 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得著,既然只有15位同學可以參加 我們有一句說話叫做難做難餘 非常難得的機會 我先問問Antonio 你初初期待在青年書院學到的 以及在結業的時候學到一些東西 你覺得比較之下有什麼不同 當初跟結果的預期完全不同 當初預期可能是更多佛學知識的得著 更多經典的道讀 最後學到的東西跟這些好像很不大關係 但學到更重要的東西 學到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學懂專注 我們來這個佛光青年書院其實是不准用手機的 但對我們青年人來說 其實沒有手機 很大考驗 兩天其實是很大的考驗 是啊 自己經常都想檢查一些訊息 看看電話 是 但發現原來這些其實就是煩惱的來源 當我沒有了手機的時候 被人沒收了 我開始就原來 發覺原來自己可以很清淨 反而可以很清淨地專注 可以學會專注 第二件事就是我體驗過一些很規矩的重臨生活 10點半睡覺 6點半起床 其實這些對於青年來說 對你們來說是天荒夜談的事 很少有 我們學會了紀律性 規矩 在佛光青年書院才可以體驗到 第三件事就是威夷 平時走路坐 吃飯很隨意 沒有規矩去做 但來到這裡的時候 師傅會 執政你 這樣其實可以站得好一點 直一點 吃飯的時候可以吃得威夷一點 坐的時候如何令人的相好看一點 這件事其實對於你外面工作 或者是 讀書好 做事好 都會很有幫助 現在是否覺得自己有型格了很多 對 覺得自己做什麼都有點信心 坐就坐得好一點 這件事很大收穫 沒有了手機 又令自己清靜了 反而專注了 我相信所有十五位同學都覺得意外的收穫 Joyce 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課程中有什麼科目 以及你自己感受最深的是哪一科 好嗎 我們的課程是很廣泛和豐富的 比如說有佛教士 有佛學名相 有佛行儀等等 還有法務 還有香燈的實習 法務的實習 還有人間音源 還有一堂是典座 教主送派 對 對 對 還有是Q&A 跟師傅接心 對 對 那哪一科你覺得印象最深刻的 其實科科都學到很多東西 最深刻的 最實用的是學佛行儀 因為自從自己歸醫後 沒有正式學習威儀 可能拜佛會看到師姐這樣拜佛 但每個人的做法都不一樣 我不知道哪一個是正確的方法 應該是怎樣的 對 由師傅在這裡 示範和教導我們 我是直接吸收到 知道哪一個是最正確的 令到自己的威儀好一點 另外一個我覺得是比較寶貴的經驗 就是跟永古法師討談 Q&A 面對面 師傅會說很多佛江山的故事給我們聽 因為平時我們上課是不會聽到的 這些故事 很多故事就是笑中有淚 說到星雲大師怎樣弘伯 幾十年 這條路是不容易的 當然 當時師傅推動人間佛教好幾十年前的事 但很多以前的人很排斥 但師傅都沒有放棄 因為他覺得這是人需要的 他就會朝著這個方向繼續做 我覺得很感動這些故事 還有我們師傅上人星雲大師 他在宏訓六七十年裏面 亦都經歷了很多的災難 委屈 受苦 這些我們都已經不太清楚了 但是到今時今日 人間佛教能夠弘揚到這樣的地步 我相信我們大師的功勞 真是不可抹殺 我想了解一下 Joyce已經讀完大學了 出來社會工作 在律師行裏面做助理 在律師行裏面做助理 我們Antonio繼續在做他的學生 不過也是研究生 是一位未來的工程師 你們在生活當時是如何接觸到佛法的呢 不如Joyce說先 你如何接觸到佛法的呢 當時是聽Betty 師姐的節目 不用進入我的數字 這樣接觸到幾年前 電台節目令你接觸到佛光山 對 認識到佛光山 我覺得佛光山的佛教對自己很有用 就是準一步去認識和學習 我想也是永固法師吸引了你 我不會亂用這個功勞 永固法師 Antonio 你是這麼年輕 而且在西方社會接受教育 你又如何 當時你說你現在是大學中的佛學社的社長 如何當時你會成為佛教團體的社長 當時自己本身對這個宗教也有點興趣 有興趣 我在香港的時候 也讀了星雲大師的《成就的秘訣金剛經》 《成就的秘訣金剛經》 就是白話形式的金剛經 很有道理 因為這個機緣和師傅有個緣分 所以進入佛光山的大家庭 即是你在香港已經認識佛光山 在香港時認識了師傅 我來到的時候就有一個恩怨看到佛光山的佛學講座 一些宣傳的誕像 進去聽 當時就叫第一步加入佛光山的大家庭 之後也看到不同的同學 他們也扮演佛學社 在恩怨祭活之下 他們就選了我做主席 我希望用這個恩怨在校園弘養人間佛教 非常之好 說到這裡 我們稍微休息一會 休息回來 其實我也有很多問題 我好奇想問大家 這個佛教對你們年輕人來說 有什麼影響 大家不要走開 我們回來再談好不好 多恩多佛光山 將於12月4號星期天 舉行慶祝法寶節 及佛學會考系列活動 當天早上10點開始 舉行佛陀成道紀念法會 奉送金剛金 法會後將頒發佛光獎學金 以鼓勵優秀佛光青年 下午2點鐘 佛學會考在大雄寶殿揭開序幕 當天備有美味辣巴粥 與大眾結緣 歡迎前來參與一年一度的 法寶節各項慶祝活動 查詢詳細活動資訊 請致電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瀏覽三格導流 FGS.CA 國際佛光會 多倫多協會將於12月11日 星期日下午2點 召開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 同時舉辦人間學院結業典禮 展現學員們一年來豐富的學習成果 並表揚佛學會考成績優異者 歡迎佛光會員 人間學院學員 以及大眾參加 詳情請致電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瀏覽網站 www.fgs.ca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我们再次欢迎听众朋友回来 今天的欢喜自在节目室 除了我杨佩恩 还有我们年轻人Joyce和Antonio 他们刚刚毕业至佛光山的青年书院 刚才上半场 我非常开心能够在年轻人身上 知道了原来佛光山青年书院里 带了很多概念给他们 而且也让他们明白 今时今日的手机 其实对他们的生活影响 不是那么好的 虽然很实用 原来他们没有手机的周末 竟然觉得自己更加可以转着 这个当然详情 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了 希望年轻人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 也深思一下 其实现在的生活 你是否沉醉于这样的方便 或者说低头一族的生活 或者说自己真的要规划一下 自己的生活里面应该怎样 我们刚才说到就是佛法 他们也有这样的因缘 接触到佛教 而且也让佛法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当中 我现在想请教Antonio 其实你也接触了佛法好几年了 其实佛法对你的生活 一定是有关系的了 那你觉得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佛法最主要改变了我的一些对生活的看法 那就是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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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想为什么考得不好呢 会不会是我温习温得不太足够呢 或者我上课的时候会不会是 原因在哪里呢 那些笔记抄得不足呢 那是不是有些问题我还没有去学动呢 那我会这样去检讨 去思考 去反省 那我下一次的时候我真的会考得好一点 有些地方我真的可以改变 不会重返上一次的错误 不会只是怪老师的偏心 不让我留了两分 非常好 用缘起法来想想自己的成就或者失败在哪一方面 不愧是未来的工程师 我们Joyce也说一下 你刚才也说佛法对你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那说明一下 佛法对你的生活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佛法我觉得是对所有人生活都有关系的 六祖慧能大师说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各 佛陀悟到的真理 他告诉我们教我们是离苦得乐的方法 令到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 我们经常说修行 我觉得修行是修正我们的不好的行为 那如何修正呢 大师提倡三好运动 做好事说好话和传好心 很有智慧和简单地说出了 身后意就可以做到修行 其实我也很佩服我们的师傅 我经常听到朋友说 哎呀 你是佛教徒吗 我学问不是很好 佛经我看不明白 但是经过我们星云大师来到 再用白话文写出来的佛教道理 完全是我们什么层次的人都能看得明白 这对我们生活真的很有影响 多谢师傅 做一个很深的佛法 用一些很简单的说出来 令到大家都可以听得明白 所以这件事是我们大师 很成功当中的原因之一 说到这里 我们知道近日 大家都很用心地看一本大师近期的著作 就是人间佛教 佛陀本怀 我想知道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 什么叫人间佛教呢 Antonio 我知道你 都是想法很有层次 很有心度 你在这方面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觉得什么叫人间佛教 我觉得人间佛教是跟大众和社会很相近的 以前佛教可能被人的感觉是 经常在深山修行 自己念佛 打坐 但我看到人间佛教 很多时候师傅和信徒的关系很好 经常接触 师傅可能会带领信徒去做很多宗教的仪式 宗教活动 甚至走出社区 另一件事我看到是 很有人情味的人间佛教 经常会扮一些社会大众很喜欢的活动 慈善活动 公益 参与 例如年宵 素食园游会 大家很欢喜 有得吃有得玩 无龙无私 看到财神 都很入世 所以我看到是带人欢喜 Joyce 你觉得人间佛教是什么呢 对你来说 刚才Antonio已经说了代表公 答了一部分 以上皆是事 以前的佛教躲在深山 或者是很深奧 大家觉得这个佛经是 听不明白 或者自己看不懂 大师说的人间佛教是人需要的 是以人为本的 是不离开人群的 大师这本书人间佛教佛陀本怀 就很清楚地说给我们听 以及给我们了解到什么是人间佛教 这本书每一章的篇幅里面 都很简单详细和我们解释 就是说我们要怎样去认识这个佛教 其实人间佛教和佛教是没有分别 不过就是佛教是为人间的 所以我们就是称之为人间佛教 非常好 我也很开心你们两位 也都在这个人间佛教里面 有些啟发 好了 我们谈了在这方面的 对青年书院里面的 你学到的东西 你感受到的感觉 以及对于人间佛教有这样的认识 今后你们怎样规划你们的人生呢 有没有谁想举手答这个问题呢 我看见我们Antonio 胸有成竹 觉得你自己有东西想说 对我们说一下 好啊 我的专业是做工程的 希望未来都是做一些科技研发和应用 一来是可以造福社会 二来都希望可以用我自己的专业去支持 人间佛教和佛光山的发展 佛光山最主要有四个宗旨 文化、教育、慈善、共修 对 文化方面很多时候都要做翻译 现在其实都会用到 非常烈的一个题 电脑的科技去帮助翻译是做得更加完善 是的 我们非常感谢Antonio的分享 非常开心看到年轻人的 就是为她将来的生活规划 是将她的专业可以放到她的信仰里面 亦都可以用她所认识的佛教背景 来加强她以后生活的规划 我想请教Joyce 你是说学佛也有一段时间 亦都经过了这次的佛光山青年书院里面 亦都觉得获益良多 其实你学佛这么多年来说 对你的人生观有什么影响 我学佛是几年 对了 我觉得是学佛之后 我觉得人生是有了光明的 还有懂得是随顺因缘 早前有一段时间身体就不是太好 但是我记得师傅有写过一篇文 或者他有说过 对与病为有 对了 既然是事实的话就要接受 接受了你就不会觉得是苦 所以都是声闻大师 啟发了我 对我们的影响 对人生的态度是正面了 我听顾师傅说 声闻大师来这个人间是做点灯的人 既然大师点亮了我们的心灯 我希望可以将光明带到每一个角落 希望见到我们的人 或者接触到佛教的人 都会觉得人生是有光明的 有希望的 非常有慰根的两位青年 我相信我们除了欢喜自在 用粤语来访问我们的青年人之外 我们在心灵花园里面 亦有两位国语的年轻人 会被王伟接受访问 我们另外有个 雨幸福有药 亦有两位国语的同学 被维亚纽杰师兄访问 所以我们在六位年轻人当中 是可以吸取到 他们其实在佛光山青年书院里面 或者说在佛学里面 也学习到很多做人的道理 和对他们人生的影响 说到这里 我想大家开一下广告公司 假如要你推介佛光山青年书院 你会怎样做呢 Antonio 你笑得很开心 好 好 广告 我想大家一听书院的时候 就觉得有读书有知识 其实不是 我觉得最大的得罪是 生活上的纪律 和个人操守的学习 我觉得你在这里学到 其实对于你将来自己 无论是读书也好工作也好 管理自己的操守其实很有帮助 另一方面就是你可以体验到 重林的生活 很多时候你不是很知道 师傅在重林做些什么 原来重林有五堂功课 哪五堂呢 考下你先 有早课 有早齋 有午齋 有药石 就是晚餐 还有晚伙 和吃很有关系 你自己会体验到 究竟那个寺院的生活是怎样的 另一方面最后 你认识到很多志同道的朋友 大家都对这个宗教很有热情 很有信仰 大家沟通起来的时候 就发现很多共同点 和师傅的交流也很好 所以我推介大家 去体验这个佛光青年书丸 去吃一些美味的齋菜 非常好 下次我们在佛光青年书丸 招生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永古法师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广告人才 Joyce 我想请问你 你们十五位同学 现在结业 有没有继续联络吗 有 我们好像有微信群 有微信群 非常羡慕 我希望你们在这个 虽然现在只是起步 大家在这里一起起步 大家就继续努力 把佛法放在生活当中 也都将你佛法的喜悦 分享给你自己的族群 社群 好吗 在这里就非常多谢 Antonio 多谢Joyce 多谢Sai 和我们分享 希望有机会 继续上来节目里 多些分享你们年轻人的心声 如果想重温今天的节目 可以上网 3w.fgs.ca 如果要查询 也可以打电话来 90514-0465 再一次多谢两位 多谢Belly师姐 更加多谢听众朋友收听 下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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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 不请 拜托 感谢 于是我闻 佛光文教 音乐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